嗨,我是九页 好多人黑头我妥占这个 这是三不粘 嗯,我觉得龙虚酥我都做得出来 这个肯定拿不到我 材料就是这些 先打五个鸡蛋 拌蛋黄 然后再上糖,搅和搅和 再给木薯淀粉加水,搅和搅和 再倒一起搅匀 然后起锅烧油 倒进去搅和搅和就可以了 这就是一个搅和小火就能做出来的菜啊 嗯,有熟就行 已经熟了 这就是一个搅和小火就能做出来的菜啊 这个火有问题 下来 看小火,看最小火 然后就是要边煮边搅拌 让它里面这个水分慢慢的蒸发 这个过程中手就不能停 虎底了那就失败了 我知道这个菜难在哪了 虎左手换右手 现在两只手都算都不行了 这是15分钟后的样子 再坚持一下 感觉快好了 不过我做的这个感觉一点也不光滑呀 可能是手速的问题 吃倒是挺好吃的 不过 这好像也不能算挑战成功 休息了半个小时 再来 又是熟悉的节奏啊 边煮边搅拌 你对象要是想减肥 就让他做这个菜 绝对做一次瘦一惊 完美的香味粘 就是要不粘盘 不粘块 不粘牙 他应该称得上 中国最早的分子料理之一了 传说是河南一个厨师创造出来的 乾隆皇帝尝到 觉得好吃 就把它收进了玉扇菜单 于是玉扇房的厨师 每天都像我一样 嚼得怀疑人生 有的粉丝说感觉我什么都会 哪有人什么都会 如果失败了 我就多说几次 只要不放弃就好了 嗯 软糯香甜 有非常浓郁的蛋香 而且不粘牙 虽然不粘牙 但吃完甜甜也要记得刷摇 这是我一直在用的菲利普新钻刷 他在钻石一代的技术上 进行了全新升级 高效去除牙字 就算贪嘴也不用担心牙齿健康问题 他还新增了蓝牙智能APP功能 可以提供刷牙数据报告 鲜使动态一键掌握 让成人刷牙好习惯 做了那么多次 剩下这么多蛋白包起来 明天可以用来做云朵蛋糕什么的 三不粘就挑战完成了 你们还想看什么 评论里告诉我吧